冤魂竟然托梦来追财产 这样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嘖嘖冲奇 新北市有一名女性男子 四年前投合自尽之后 她的朋友就不断的梦到她来申冤 她说自己的朋友倒买了她的房屋 A走了五百万元 梦中呢她还报了三只六合彩的名牌 要作为回报 结果竟然还全都中奖 而这样的案件到了新北市的地方法院 而两名被控A钱的朋友 还真的坦诚A钱 就是为了新北市三重中删落这栋房子 让女性男子在过世以后 依旧不甘愿托梦要追回房产 人家每天去逛逛梦 这样逃不掉 那种说保三只名牌 六合彩三只名牌三只都开了 说有条件要搞 说他要信任 我们孙子说他要信任 说他家里不敢问他要信任 如此巧合让朋友不敢不相信 向警方报案 这才发现原来女性男子 99年投而自信之后 被成姓男子以及中姓男子 联手伪造了三百万元的借据 变卖他五百万元的房产 人家我这样就好了 一百五十三万人家我 其他家买有贪 贪贪的都会了 女性男子的叔叔也帮忙伸冤 打诉讼达成和解 先被定运也判两个人六个月 有期徒刑缓刑两年 也总算替在天上的女性男子 讨回公道